横指和A50老是涨不动,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五,我是Eric 今天ASSS200指数比较震荡 盘中多次大起大落 最终收盘的时候跟没开过盘子了 相较开盘的时候就低了8个点 收低在了6990点 可能是受近几个交易日黄金上涨的影响吧 今天黄金板块走势还不错 像SLR跟WGS都是上涨了5.5%左右 分别是收涨在了1.805和2.3澳元 让很多人垂胸顿足的Kogan,KGN 今天也是涨幅不错,上涨了6.1% 收涨在了13.33澳元 但是另一边大家比较熟悉的LYC,A2 这两家公司今天就出现了下跌了 跌幅差不多都在3个百分点左右吧 其实今天大多数的金融资产都是出现了下跌的 全球股指方面,美股市场是出现了回调 在亚洲市场的白天,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下跌至了13750点附近 道琼斯指数则是回落到了33530点左右 中国的A50指数今天的回落的幅度比较大 又跌到了17000点的下方 香港恒生指数目前则是跌到了28600点左右的位置 贵金属方面,黄金小幅回落目前报价在1750美金左右 白银则是下跌到了25.3美金左右的价格 两油也是小幅下跌 WTI原油目前报价是59.5美金左右 布伦特原油则是63.1美金 在全球大多数标利下行之际,比特币则是小幅上涨 目前报价是接近了57900美金一枚 近期交易香港以及A50指数的朋友应该感触都很深 就是美股、澳股以及隔壁的日经指数走势都很强劲 但是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的恒生以及A50指数总是涨不动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对于信贷规模的一个控制 像今天副总理刘鹤就出来讲话说要控制金融机构的一个风险敞口 加强对关联交易之类的活动的监管 基本上意思就是要重新回到之前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模式中去 要知道去年的一个刺激计划是将债务的比率推高到了同期经济产出的280% 光是银行就发放了接近3万亿美元的一个低息贷款 率先走入疫情后半期的中国也率先开始了控制信贷规模 信心呢也主要是来源于近期一个宏观经济状况的强劲复苏 因为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话 企业出现信贷危机 银行呢就会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 那这时候缩减信贷规模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因此随着经济状况的一个恢复控制信贷呢也是必然发生的 在这期间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是必然的 经历过阵痛之后期待新一轮的增长也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们目前应对的方法就是控制好风险敞口 保留对冲工具 想要聊一聊具体的执行方案呢 或者说获取相关的一个获利的方式吧 也可以欢迎跟我们的分析师联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